中国青年网北京7月10日电,记者曾凡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考录取工作,已于7月4日正式启动。 9日,北外开始寄送首批2018级新生录取通知书,记者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公室获悉,随通知书已同寄出的,不仅有校长彭隆的致信寄语,还有他送给新生的外言社版冯永兰,中国哲学简史,中英双语,收到首批录取通知书和校长赠书的将是198名保送生,服务北外新生录学须知,资助政策介绍等录学材料。 以及彭隆校长的致信与赠书,北外新闻中心供图彭隆向全体新生致信,欢迎北外大家庭的新成员,在信中,他阐述了向新生赠书的出众。 彭隆表示,中国哲学简史,是冯永兰先生的经典之作,现已成为西方大学,享受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,阅读此书的中英文章与对照版本,可以开启跨文化思考, 为今后成为融通中外文明的引领者打下基础,不仅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哲学的精髓,更能够在今后中外人文交流的实践中,保有对文化自觉的体认。 彭隆免利新生培养中国情怀和国际事业,努力成为具有扎实语言基础,通晓国际规则,具备国际事业和创新能力,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, 勇敢地践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双重使命,在阅读中思考,在阅读中进步。 一直以来,这位外国语大学的校长,一直在倡导办中国的外语教育,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国元素,嫁接民族传统,不仅不会使外语教育变形发酵,而且还是对外语教育本身的创新和发展。 2017年在光明日报的署名文章中,彭隆这样写道,外语教育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对象国文化,也要了解中国文化,不仅要借鉴外国文化, 更要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丰富,创新中国文化,此次向新生赠送中国哲学简史艺术,显然体现了彭隆上述的外语教育理念。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隆志2018级新生的信,北外新闻中心公图记者获悉,北外方面正陆续向各省各批次考生寄出通知书, 各地新生将很快收到录取通知书,新生入学须职,子助政策介绍,银行卡等入学材料,以及彭隆校长的致信与赠书,作者曾凡华。